我很讨厌我自己 小时候 我妈总会跟亲戚们说 因为我害羞 所以我不说话 因为我在安静 朋友们也总觉得 我是一个无聊的人 每次家长会的时候 总会受到类似 我在班上是个挺乖的孩子 但是要主动一点 这样子的评语 内向 不健谈 慢人 这都是我专属的标签 我很羡慕那些 在舞台上也能够 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人 他们总是被看见 他们总是那些 最亮眼的人 我很讨厌我自己 所以我决定了 我要做一个外向的人 我看了大量的影片 学习了种种技巧 比如 如何快速 跟不熟的人变手 如何寻找 共同的话题 如何通过肢体 增加自信心 等等 大学时期的我 开始强迫自己 跟素未磨面的同学 尬聊 喝酒 参加各种各样的 视角场合 这些方法 确实成功让我消除了 一点对于视角的恐惧 我终于觉得太棒了 我终于慢慢 变成一个外向的人了 我再也不是 那个无聊的人了 直到这一天 我还记得那时候 是一个乐团的排练 因为我们排练很长的 通常三到六个小时 然后中间会有个休息时间 那这个休息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的专业老师来了 然后通常的 还有我几个学生师妹 五六个左右吧 然后我们就为这老师 谈话说笑 开玩笑 anything 然后我站在一旁 那时候的我 已经以为自己是很自信 哇 我学习了很多知识 是吧 我学习了很多 posture很多东西 让我可以 流利地表达自己 因为我 我站在一旁那时候 我一句话 也插不上话 我是完全插不上话来 所以我就 挺震惊的 然后也对那个时候 的我来说 是一个打击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那时候我休息时间 完了以后呢 我就上台去了 我控制不住 我越想越委屈 我为什么 做了这么多努力 我还是 那个样子的 所以我就一直 控制不住的哭 然后我还跟我旁边的 那个人说 我记得 我说同学你不要怕 只是我眼睛过敏而已 我没事 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意识到 也许 从一开始 我就搞错了方向 我要改变的 不是我自己 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 我一直很努力 想要成为 别人喜欢的那个人 他们眼中的 开朗活泼 闪闪发光的那个人 但我却 把自己给忘了 事实上 一百个人眼中 就一百个哈姆雷特 重要的 根本不是他们 每一个人 往你身上贴了什么标签 而是 你有没有看见 这些标签底下的自己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内向 但是 我也能很好地表达自己 我慢着 但我也喜欢交新的朋友 听他们说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安静 但对于我喜欢的话题 我也能受个三天三夜 我不需要成为任何人 也不需要一个任何人的喜好 我很好 以为我 是我 来 来 来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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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的 来